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一站是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赏一臂之力 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一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五的澳洲市场情况 那么由于受到美股在周四晚上上涨的利好因素影响 澳洲股市在上周五是上涨1.3% 再一次爬回至6600点的高度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整个8月 澳洲股市从6840点下跌至6400点附近 再从6400多点回复至6600点的高度 但是目前距离6800点的高度依然差不多有3%的空间 也就是整个8月澳洲股市是下跌大约是3% 那么在中国方面 上海和深圳在上周五有轻微的下跌 跌幅大约都是在0.1%至0.2%之间 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平均大约有0.4%至1%之间的涨幅 美国股市相对于比较平静 由于今天是美国的劳动节 因此在上周五 整体美国的交易量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下降 市场是比较清淡 因此三大指数的上下跌幅或涨幅均在0.1%以内 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报价是1532美元每盎司 石油价格则下跌3% 目前报价是55美元附近 比特币价格目前也是压在了100美元以下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澳洲本地市场 我们知道在2017年当时的时候 澳洲当地市场 房地产市场特别火爆的时候 澳洲央行是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打压房地产市场 那么如今在2019年 当澳洲的经济放缓消费下降的时候 澳洲央行再一次重新点火澳洲的房地产 那么这么一来 是不是又会重新点燃之前所说到的地产泡沫呢 大家都知道在两年之前 当时墨尔本和悉尼平均每个月拍卖率 包括了成交价格都在不断创新高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 所有的媒体大部分讨论的话题 都是和房地产有关 这种情况就似乎是2017年当时像比特币一样 比特币在过去的三年中 当时从1000多美元上涨至接近于2万美元一个 街头巷尾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比特币 在2017年房地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当时大家都在讨论房地产 似乎你今天不买 明天价格就会上涨 那么在当时 澳洲央行为了打压房地产所产生的潜在泡沫 使用了各种的方法 先是取消了海外的收入贷款 接着又是限制银行对于投资房的贷款总额上限 不得每年超过增速10% 接着又采取各类各项措施 比如说增加印花税 再比如说实施新的贷款计算方式 来减少能够申请到的贷款资金 总种方法都是为了给房地产市场降温 那么的确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从2017年的年中开始 地产就进入了一个下滑期 一直到2019年6月降息之前 所以很多人都在责怪澳洲央行 包括澳洲当时的财政部 你这个对地产降温降得太快 导致现在经济下滑 包括消费下滑 但是在我看来 其实问题并非是这样 我要现在说的是 其实澳洲的央行和政府 在2017年所采取的这些措施 应该来说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 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核心 其实并非是来自于 2400万居住人民 因为2400万人你能干什么 你能消耗掉所有的铁矿石吗 能喝掉所有的A2牛奶和奔赴红酒吗 都不可能 所以它经济增长的核心 是来自于国际需求 尤其是中国方面的需求 那么在2017年开始 其实澳洲央行当时已经看到了 中国的经济GDP增速在不断的放缓 包括了中国国内的消费 也在不断的下降 所以在当时 它采取了一个未雨绸缪的方式 就是在当时澳大利亚地产 还非常热的时候 它开始泼凉水 把这个地产的温度降下来 为的就是之后 当澳大利亚在如今两年之后 情况不好的时候 可以重新来点火 来帮助经济的恢复 如果我们想一想 在2017年当时没有采取措施 房地产一路高歌猛进 到2019年这个时候 如果自然冷却 或者是泼冷水的时候 再加上经济下滑 或者是消费下降 这个时候澳洲经济 你靠什么去支撑 靠什么去救 所以说现在回头来看 2017年的举措 无疑现在来看是正确的 因为如果当时 我们说实话的话 在当时 这个房地产市场 月月涨天天涨 它的背景或者说 它最后支撑的经济 其实并非是实际的 它是一个 这个消费的信心 包括增长的信心 是建立在一个 美好的愿景之下 而澳洲的核心竞争力 只来自于国际的需求 在国际需求下滑的时候 澳洲本地 就算你自信心膨胀到顶 又能如何呢 好 这个说的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 我们来聊一聊 现在我们知道呢 从9月1日开始 中美两国各自加的关税 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了 但是似乎股市呢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下跌 相反呢 往往是消息一发布的时候 股市下跌是最多的 而真正开始实施的时候呢 却没有太大变化 这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呢 那么正如我们知道 整一个8月 这个中美两国有关关税的问题 纠结了很久 相互之间呢 发了好多条的微博呀 反击呀 关税增加减少等等等等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呢 在当时股市呢 暴跌往往是因为呢 消息刚刚发布的时候 而昨天星期天 也就是9月1日 两国的这个新的关税 正式开始实施之后 市场反而没有太大的变化 市场反而没有太大的变化 今天早上澳洲股市下滑 也仅仅只有0.3%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本质上的原因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反复说到一样 其实市场呢 并不在意消息的好或者坏 很多时候下跌 是来源于一个不确定性 中美两国的纠纷 就比如说像小朋友打架一样 两个小朋友在打架 打了一半的时候呢 一方说 你等着我去叫人 你站在这别动 那么另一边呢 好像说 我也去叫人 你等着 我绝对不会走的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 我们旁观者就会很担心 这两边人要是多了 打起架来的话 是不是会受伤啊 会不会流血啊 就很多大家都很 这个心里们都没有谱 但如果过了20分钟 真的来了两三个小伙伴 两边开始打架了 一看 他们只是赤手空拳来的 没有带家伙 没带摆砖 也没带棍子 那就知道 最多也就是 推推嚷嚷 跌个鼻青脸总 不会出现什么大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放心了 现在中美两国呢 就有一点这么个意思 市场呢 经过2018年3月 到现在2019年了 一年半时间了 也知道呢 双方如果只是限定在关税领域 这个伤害力 还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是 我们说的只要是赤手空拳 限制在关税领域 那么市场呢 就不会有太大的下跌 即使跌个35%之后 也会恢复 但是一旦双方把争议的内容 从关税领域扩大到其他地方 尤其是金融板块的话 或者说是货币政策的话 那这个伤害力度 那就大大加倍 就好比是打架的时候 不只是用拳头 那个时候是戴上了家伙 把棍子 甚至于刀 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会受伤 甚至于出人命 所以说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双方虽然是加了5%的关税 但是这个幅度 这个伤害力度 金融市场经过一年半的时间 是可以承受的 只要不要再出新的幺蛾子 只要双方的争议限制在关税领域 不要扩大到其他方面 那么目前上涨的市场 是不会被轻易改变的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呢 我们的观点就是这样 贸易战如果仅仅是限制 在贸易战范围之内 那么对于目前上涨的股市 是有影响是有限的 所以投资者呢 我们可以需要关心的是实时正值 为什么说到实时正值 就是说的是 在大的方向 只要没有改变 那么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 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那么如果大家希望参加 我们在悉尼的线下活动 日期是9月7日 也就是本周末 欢迎大家点击 我们屏幕下方的报名链接 到时继续可以在网上报名参加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